北韓從開城工業區撤離5萬工人 撤斷該國與南韓之間的最後聯繫 世界衛生組織表示 中國最近報告的H7N9病毒病例 目前未有證據顯示在人類中傳播 下山星期日舉行總統選舉 兩名候選人都宣稱自己獲勝 俊利亞境內炸彈爆炸 殺死了15個人 埃及開落一座科普特教堂外 發生基督徒與穆斯林衝突 目前當局加強安全戒備 英國前首相薩赤爾夫人去世中年87歲 歹涌 社樹根 露卸 前 exhausted